我们现在讲 Linear Transformation 所对应的Matrix 就是线性变换所对应的矩阵 之前我们讲了 一个矩阵的变换 它一定是Linear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 如果说Tx Tx如果等于Ax 它一定是Linear的 那么反过来 我们这一节 我们讲的主要的一个结论 是这样的一个定理 如果一个Transformation 它是RN上的一个Transformation 那么它一定有一个对应的矩阵 那么 它一定有一个 V1的 有一个唯一的矩阵 使得这个Tx 它是等于Ax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Linear Transformation 跟Matrix Transformation 可以对等起来 而且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而且这个矩阵 可以写出来 是什么呢 我们的第一列 是 第一列是 关于第一个标准 这个Standard Basis的 这个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把这个Standard Basis 它的Image 它的像找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Matrix 就找出来了 那这是一个 非常有用的结论 也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结论 不光是找出了 它的存在性 微信 而且还连它的表达式都找出来了 证明不难 直接利用这个 Linear 直接用这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的定义就知道了 我们一个X 任何的一个项链 RN的项链 我们都可以写成这是X 它写成它坐标的形式 那么写成坐标的形式 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写成这个 Linear Compilation of Standard Basis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机 我们用标准机来表示 它实际上可以写成X1乘上10 Linear 加上X2乘上011 加到Xn乘上001这种轻线 那么Tx 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可以写成T 那我们写成X1到Xn 那么根据这个Linear Transformation的定义 当然我们可以写成 这个实际上 这个就是E1嘛 所以可以写成X1 E1 加上X2 E2 加到Xn En 加上Xn En 那根据我们Linear Transformation的定义 长数 相加可以写成各自的 相加的Transformation 可以写成各自Transformation的相加 长数可以写到外面去 根据我们上一节的那个定义 所以就变成X1 T1 加上X2 T1 再加到Xn T1 那我们 我们可以 这个是一个 这些T1 T1 T2 和T1 N 都是向量 都是Vectors 那我们知道 根据我们前面这个Linear Combination的定义 其实我们可以写成 T1 T2 到T1 N 再乘上X1 到Xn 它实际上是T1 T1 T1 N 我们看这是一个Matrix 变成X 那我们就这个A就找出来了 这个A就等于T1 T1 T1 T2 T1 T1 N 它所对应的Matrix 那我们只需要把它的E1到En它的Image找出来了 那这个Matrix就找出来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Matrix就是StandardBasis它的Image用来组成它的列 组成这个Matrix的Columns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找这个Matrix 我们只需要集中在这个标准证交机它们的变化情况就可以 那我们来先看第一个立体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T 它就等于3X1-2X3 然后是4X1X1-X2加上X3 我们把这个A叫做StandardMatrix ofT 那我们就找 这个StandardMatrix ofT 那我们的Solution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刚才的证明的方式 我们看T X1-X2-X3 我们是等于 X1-T1-E 加上X2-T1-E2 加上X3-T1-E3 它可以写成是T1-E2-T1-E3 乘上X1-X2-X3 4X1-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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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就比较简单了 他直接就已经实际上 这已经就给出了他的这个 对应的矩阵的形式 这是在我们在上一节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形式 那所以这个我们就直接看到 A就等于30-2,400-1-11 这个我们直接使用定理的方式来算 因为我们定理的证明方式 直接写成X1X2X3的 他把他的 我们只要这个表达式给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达式 它就是X1X2X3的这个一个变换 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其他的我们几何上的 一个应用 我们就是向量的拉伸 Fx1X2X3 然后这个为了 然后这里标准了 A A 这位是 LinearTransformation Tx等于Tx等于ThanBetaX 我们forX我们是R300 那么Tx等于ThanBetaX 我们可以看 我们X可以写成是X1E1加上X2E2加上X2E2 X3E3 我们看Tx等于3倍的X 它就等于3X1E1加上3X2E2加上3X3E3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X1乘上3倍的E1 我们可以不用这样子算 我们可以不用这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算 其实上面那种也是可以这样子算的 我们看T1E1 我们说这个StandardMatrix 我们只需要管到T1E1T1E2T1E3就可以了 T1E1等于3倍的E1 3乘上E0E0 所以是等于0E1 所以是等于030 T1E2 T1E2同样的道理是等于3倍的E2 E2是010 所以是等于030 那么T1E3 那么T1E3 是等于3倍的E3 是等于0 0 3 所以A 就等于T1E1 T1E2 T1E2 T1E3 把这三个作为它的列项量 就是3003003003 其实这是一种方式 我们只需要集中于E1E1E2E3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前面这也是一种方法 当然如果前面这种我们也可以看到T1E1 是等于T100 我们把它带进去也可以 带进去也就是说X2和X3都等于0 那么就变成3 4 1 好 T1E2 是等于T0E0 那么E2等于0的 E1T1E2的时候 也就是X1X3等于0 X1X3等于0 X1X3等于0呢 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00-2 和T1E3等于T001 就会变成-2 01 把它把这三个 把这三个 把这三个 我们把它 排起来 也就是说得到A等于341 010-2 和-211 用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算的 就是我们只需要把这个E1E2E3 带到你的带到T里面的表达式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了它的结论 得到了它的 矩阵的表达式 这是 这是一种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 如果说它是给出这种方式的话 如果是给出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式 直接可以看得出 实际上直接可以看得出 它的矩阵是什么 矩阵就是这个 它的就是 我们可以看成就是它的系数矩阵 就是X1 X2 X3前面的系数 把前面的系数 把X1 X2 X3前面的系数提出来 就直接是这个矩阵 这样就会更快一点 当然 你如果不开始不熟悉的话 我们可以用1,1,1,2,1,3 带进去这种方式 用这种方式算 也是可以的 当然 我们如果说它是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方式给出来的话 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得出 你如果 你了解了它这个定理的意义 就直接可以看得出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些几何上的一些应用 我们 TX 我们 是这样的 我们把所有的点 都 根据 X 坐标 反射 那我们去找 那我们去找这个 T的standard matrix X 那我们看一下 对任何的一个 我们在R2里面 任何一个点 我们根据X轴做反射 那么 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那么 就会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个我们 这个 它所对应的这个Standard matrix 我们怎么找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我们 我们 前面的这方式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 我们 现在用 定理所给出的结论 那么如果说这个是E1 我们 我们发现E1 这个向量在X轴上 所以 T1 它你反射的没有影响 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呢 还是E1 它不变 所以它是E0 那么T1 E2 T1 这是E2 那么通过反射以后 反射跟X轴反射 就变成这个 就是你 我们的发现 就变成了-E2 就是0-E 所以我们得到的A 是等于 T1 T1 T2 把它组成一个矩阵 所以就变成 E0 0-E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我们可以直接用 坐标的形式 我们刚才说 如果写成坐标的形式 我们知道它的Standard matrix 实际上就是X1 X2 前面的系数 那我们可以知道 把这个T X Y 因为只是跟X轴反射 就是把Y变成-E 所以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 我们可以写成X1 X2 这样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会变成 X1是不变的 因为它跟X轴反射 所以X的坐标不动 但是Y的坐标就变成-X2 所以就看它们前面的系数 那就变成 100-1 X1 X2 所以我们就得到 A就等于100-1 那这样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reflecting Y axis With respect toYaxis 那我们就得到A是等于-100-1 Y走势 Y的坐标不变 这是反射 我们刚才有第一个 就第二个立体是拉伸 第三个立体是反射 那我们还有 我们常见的一种 我们如果说是Rotage 如果说我们旋转 Rotating all points or angle Theta 我们是 是, with respect to origin,就是繞圆点,转动 θ角,那么 find the standard matrix. 那我们看一下,旋转 θ角,就是 θ角,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要怎么样解,好,按照我们前面的解释,我们可以集中一精力,有我们这个θ1和1和1和2, 那我们假设这是1,那么旋转以后,好,旋转了以后,那我们看这个,这是我们旋转的角,那么旋转了以后可能是,那么就到这个角度了,但是它长度是不变的,它的长度是不变的,那我们看一下旋转了,1旋转以后就会变成什么呢? 因为它的长度是1,那么T1它的长度是1,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勾部定理,那这x坐标就在这儿了,y的坐标就在这儿,那我们看它,x的坐标是什么? 就变成是,x的坐标就变成长度,乘上cos θ,y的长度是1,那么乘上就变成3 θ,那么T1,2会变成什么样呢? ,T2,2,1J这边是,Te、2,1 теперь。 T e 2 会变成什么呢 那我们看 x 坐标 x 坐标 x 坐标就会变成什么呢 它的长度乘上 cos θ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个是 θ 那么它 y 坐标 y 的坐标,我们知道 这是 y 的坐标就变成了 cos θ 现在 θ 在这 θ 在这 那么 x 坐标 x 坐标 那么就是 sin θ 它的长度是 sin θ 但是问题是 因为这是 e 2 它的 x 坐标就相当于 就是原来的 θ 这加加上 加 相当于是什么呢 sin θ 加上 90 度 因为在 e 2 跟 e 1 它也多了个 90 度 不是 嗯 3 是 哎,不对,这个是 cos 这个还是 cos θ 这个还是 cos θ 对,这是 cos θ cos θ 这边是 θ 这边是 θ 这边是 θ 原来的 θ 加 90 度 嗯 那么是 对,是原来的 θ 加 90 度 相当于是整个这个角的 cos θ 所以是 cos θ 加 90 度 所以是变成了负的 sin θ 所以是变成了负的 sin θ 这是 cos θ 然后根据三角函数之间的函数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得到 A 等于什么呢 A 等于 T 1 1 和 T 1 2 所以是 cos θ 负的 sin θ cos θ sin θ 这是 cos θ 这是旋转 这是旋转 绕着圆点旋转 好,这是我们通常的这个做法 找 standard matrix 我们只要集中于 E1和 E2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立体 一种特别意见的立体 我们能够认识 if T is defined by reflecting with line y y 等于 2x 我们来找 find standard matrix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这些立体 都是都是 linear transformation 你们可以去证明一下 他们是 linear的 好,这个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只要集中于 E1和 E2 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这子 那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 E1在这儿 如果我们 reflecting 它 你 reflecting 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坐标你是根本不知道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算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的定义 我们先在这上面 先在这个直线上找任何一个点 那例如说这个点 是 E2 那么这个坐标它是不变的 这直线上的点是不变的 那么另外我们则要在 在跟它垂直的一个线 那我们是知道的 垂直的这条线 这是垂直的这条线 这是垂直的这条线 是Y等于-1X 我们知道这个垂直的直线 它的斜率是斜率跟它 跟原来的斜率成这个叫Receptical 它们之间是相乘是等于-1 所以这是Y等于-2分之1 那么Y等于-2分之1 那么你在这上面找一个点 随便找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找一个2-1 这个点 那么根据原点反射 那么就变成了它的反射 因为因为这个过原点 过原点 所以它这两个线都是过原点 而且垂直 那么过原点 那么这相当于对原点进行 对原点反射 那么就这就变成1-2 2-1 那么-2-1 -2-1和-2-1 这是我们通过几何的意义 那我们怎么样根据这个定义 定义呢 我们就知道T-1-2 就等于-1-2 它是等于2倍的 等于 等于 我们可以写成更 等于 嗯 我们根据它的定义 这个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等于T-1-1 加上2倍的T-1-2 而T-2-1 好,这是不变的 T-21就是-2倍的T11 加上T12 那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2-1 那么我们把T11 T11、T12 我们当成位置数 这是位置的位置的向量 我们可以第一个乘上2 我们把这第一式 就像解方程族一样把它解出来 当然我们之后 我们如果学到那个inverse matrix以后 我们这可以用inverse matrix来解 好 那我们把第一式乘上2 加到第二式 就会变成什么呢 T11就没有了 就变成5倍的T12 那么第一式乘上2 就变成4 加第二式 4-1 这是3 所以T12 就给出来了 就是5分之4和5分之3 那么我们把第一式减去第二式乘上2 那么我们把第一式减去第二式乘上2来 第二式乘上2 那么一减就变成5倍的T11 减去二式乘上2 那么1减4-3 和2减负2 和4 所以T11就变成了负的5分之3和5分之4 所以我们得到A就等于这是5分之4 5分之3 负5分之3和5分之4 那么如果说就是我们没办法直接找出E1和E2的Image的话 那我们就采取用定义的方式来算 把我们找出两个比较好找的向量 就是比较容易找出向量他们的这个Image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两个向量 然后拆成E1和E2的这个 拆成E1和E2的这个LinearCompilation 然后通过LinearTransformation的定义 去求出这个Stand-up的Matrix 好 那这一部分的立体我们就讲这儿 218و4 212 232328cc 222